3.死神永生第一步2 時間之外的往事、截選、群星計劃、危機之初的幼稚症 在危機紀元頭20年裏人類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在之前和之後的人們看來都是很難理解的歷史學家把他稱為危機幼稚症 人們一般認為幼稚症事前所未有的對文明整體的威脅突然到來所致 對個體來說可能是這樣但對人類社會的整體事情 就可能沒有這麼簡單三體危機帶來的文化衝擊 其影響之深遠也遠超過人們當初的想像 如果為其尋找一個類比在生物學上 相當於暴雨動物的遠祖從海中爬上陸地 在宗教上相當於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院 而在歷史和社會學上根本找不到類比人類文明 所經歷的一切與這一事件相比都微不足道 事實上這一事件從根本上動搖了人類社會的文化 政治、宗教和經濟的根基 這一衝擊直達文明的最深層 其影響卻很快浮上表面 與人類社會巨大的慣性相互作用 這可能是產生又自證的根本原因 又自證的典型例子 就是面碑計劃和群星計劃 都是當時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抗架做出的 在其他歷史時期的人們看來不可思議的舉動 前者已改變了歷史 其影響深入以後的整個文明史 將在另外的章子論述 後者則在出現不久便消聲匿跡 很快被遺忘 群星計劃的動因主要有兩個一事危機初期 試圖提升聯合國地位的努力 二是逃亡主義的出現和盛行 三體危機的出現 使全人類第一次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 對聯合國的期望自然提高了 即使是保守派也認為 聯合國應該進行徹底的改革 並被賦予更高的權力和支配更多的資源 極進派和理想主義者則鼓吹成立地球聯邦 聯合國成為世界政府 眾小國家更熱衝於聯合國地位的提升 危機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從大國獲得技術和經濟援助的機會 而大國則對此反應冷淡 事實上在危機出現後 大國都很快在太空防禦的基礎研究上進行了巨大的逃入 一方面因為他們意識到 太空防禦是未來國際政治的重要領域 在其中的作為將直接關係倒國家實力和政治地位的基礎 另一方面 這些大型基礎研究 事早就想做的 只是由於國際民生和國際政治的限制 而一直做不了現在三體危機 對於大國政治家門來說 就相當於當年的冷戰對於今的 但這個機會被那次要大百倍 不過各大國都拒絕把這些努力 納入聯合國的抗架 由於國際社會日益高漲的世界大同意 他們不得不及聯合國 開出了許多空頭的政治支票 但對其宣度的共同太空防禦體系卻逃入很少 在危機初期的聯合國歷史上 時任秘書長薩伊是一個關鍵人物 他認為創造聯合國新紀元的機會已經到來 主張改變聯合國的大國聯席會議和國際論壇的性質 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並擁有對太陽系防禦體系建設的實質性領導權 聯合國要實現這個目標 首先要有能自主支配的足夠資源作為基礎 這一點在當時幾乎不可能實現 群星計劃就是薩伊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不管結果如何 這一舉動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想像力 群星計劃的國際法基礎是太空法公約 這並不是三體危機的產物 危機到來前該條約 就經歷了漫長的起草和談判過程 主要參考了海洋法公約和南極條約的桿架 但危機到來前的太空法公約 限定的範圍是柯伊白帶之內的太陽系資源 有於三體危機的出現 不得不考慮外太空 但限於人類尚未登上火星的技術水準 在本條約到期前50年期限 太陽系外的資源毫無現實意義 各大國發現 這道很適合作為給聯合國的一張空頭支票 就在條約上附加了一條 有關太陽系之外的資源的條款規定 涉及柯伊白帶以外的自然資源 關於自然資源一時的含義 條約附件進行了擁長的定義 主要是指沒有被人類之外的文明據的資源 這個定義中也首次給出了 《文明一時的國際法定義的開發和其他經濟行為》 必須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歷史上 稱這一條款為危機附加款 群星計劃的第二個動因是逃亡主義 當時逃亡主義初怒端危 其後果還沒有顯現 仍被視為人類面對危機的一個最終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 太陽系外行星 特別是帶有類地行星的行星的價值便顯現出來 群星計劃的最初提案是提議 由聯合國主持拍賣太陽系外的部分行星 和其所帶行星的所有權拍賣對象 是國家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所得款項用於聯合國 對太陽系共同防禦體系的基礎研究 撒依解釋說 恆星的資源其實是極其豐富的 它太陽是一百光年內的恆星就有三十多萬火 一千光年內有上千萬火 保守估計 這裏面至少有十分之一的恆星帶有恆星 拍賣其中的一小部分 對未來的宇宙開發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一奇特的提案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PDC恆星防禦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發言 雖然有些不可思議 但在可預見的未來 通過這一提案對自己 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利的後果 相反 如果否決它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 卻肯定有麻煩 儘管如此 經過多次爭論和妥協 還是把拍賣恆星的範圍 從阿伊伯大以外外推到了一百光年以外 然後提案通過了 群星計劃一開始便結束了 原因很簡單 恆星買不出去 總共只買出十七夥恆星 全市以底價買出 聯合國只賺到四千多萬美元 買價全部沒露面 輿論紛紛猜測他們花那麼多錢 買一張廢紙乾什麼用 儘管這張紙具有堅實的法律效力 現是危機之初人類社會非正常行為方式的 一個典型例子 吹生群星計劃的那些因素 幾乎是在同時 也吹生了偉大的面壁計劃 按照網站上的地址 雲天明給群星計劃 在國內的代辦處打了電話 然後就給湖民打電話 請他了解一下情深的一些個人資料 比如通訊地址 身份證號碼等等 他遇上了湖民對這個要求 可能會越的各種話 譬諷的、憐憫的、感嘆的 但對方沒越什麼 也許擁有另一個世界的感覺狠號 儘管他永遠是可望不可跡的 有些用肉眼連望都望不到 薩伊並不認為計劃是失敗的 他稱結果在預料之中 群星計劃在本質上其實是聯合國的一個政治宣言 群星計劃很快被遺忘 他的出現 只是在長長的沉默後 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 好的 他最近可能不在國內 別說是我打聽的 放心 我不是直接問他本人第二天 雲天明就收到了 胡民的短訊 上面有他要的情深的大部分個人資料 但沒有工作單位 胡民月去年情深從韓太技術研究院條走後 誰都不知道他現在在那裡工作 雲天明注意到情深的通訊地址有兩個 一個在上海一個在紐約 下午雲天明向張醫生請求愛出稅 有一件必須辦的事 張醫生堅持要陪他去 雲天明借絕料 雲天明打計程車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駐京辦事處危機出現後 聯合國駐京機構的規模都急劇擴大 教科文辦事處佔了四環外 一棟寫字樓的大部分 群星計劃代辦處由一個很大的房間 雲天明進去時 仍免看到一幅巨大的聲討 連接星座的錯綜複雜的銀線 顯示在天鵝湧般純黑的背景上 後來他發現聲討是顯示在一塊大液晶屏上的 來自一台電腦 可以局部放大和檢索 房間裡空蕩蕩的 只有一個負責日常接待的漂亮女孩 雲天明介紹過自己後 那女孩立刻輕高采烈地跑出去 另來了一位金髮女士 女孩介紹越 這位女士 事教科文中國辦事處主任 也是也太規劃 群星計劃的負責人之一 主任也獻得很高興 握住雲天明的手 用流利的漢語稅 他是國內第一位 由意向購買行星的人士 本來應該聯繫大批媒體訪 並舉行一個儀式的 但還是尊重他的寶物 和過程重簡的要求 真的很遺憾 這本來是一個宣傳和推廣群星計劃的好機會 放心 中國不會再有人 將我這魔傻了 雲天明暗想 差點把這話說出來 接著進來一位戴著眼鏡 西裝隔離的中年男士 主任介紹越 他是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員何博士 負責行星拍賣的具體事務 主任告辭後 何博士首先請雲天明坐下 吩咐接待女孩給他賭上茶 關切地問他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雲天明的臉色當然不像健康人的 但自從那酷刑般的化療停止以後 他感覺好多了 竟有獲得新生的錯覺 他沒有利會博士的問候 立刻重複了電話中的問題 自己要購買的行星是作為贈品 所有權應貴於受贈者名下 他不會提供自己的任何資料 也希望對受贈者絕對保密 何博士說沒有問題 然後問雲天明有意購買什麼類型的行星 盡量近一些大有行星 最好是累地行星雲天明看著星途月 何博士搖搖頭 從你提供的資金數額來看不可能 這些行星的拍賣底價都遠高於那個數額 你只能買一伙不帶行星的裸星 且距離也不可能太近 實話跟你越霸 即使這樣你的資金數額也低於底價 昨天接到電話後 考慮到你是國內第一位投拍者 我們就把一伙行星的底價降低到了 你提出的這個金額 他移動滑鼠把星途的一個區域放大 看就是這一伙 他的報價期已經多次延長 所以你只要確定購買 他就是你的了他有多遠 他太陽是286.5光年 太遠了 何博士搖頭少少 先生 看得出你對天文學並不外行 那你想想 對我們來說 286光年和286億光年有多大區別 雲天明默認了這句話 確實沒多大區別 但這火星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能看見其實我覺得買行星主要看外觀距離 大不大行星什麼的都不重要 能看見的遠星要比不可見的近星好得多 能看見的裸星要比不可見的大行星的好得多 說到底我們不也只能看 雲天明對博士點點頭情深能看到那火星 那很好他叫什麼 這火星在幾百年前 蒂谷的星表上就有 但沒有世俗的名字 只有天文編號何博士把滑鼠指標放到那個亮點上 旁邊立刻顯示出一長寸致遠 DL3906 何博士內心地向他解釋 名稱的含義包括行星的類型 絕對和相對視聖等在主聖聚的位置等等 購買手續很快辦完了 何博士又叫來兩名公正員辦理了公正手續 女主任出現了 同來的 還有聯合國開發計畫書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的兩位官員 那個女孩端內一盆香檳酒 大家慶賀一番後 主任宣秀贈者情深對EF3906的所有權 正式生效 接著他用雙手把一個外形高貴的黑色真皮之鳥甲 提及雲天鳴你的星星 官員們走後何博士對雲天鳴說 我只是問問你可以不回答 如果沒猜錯 這火星星是送給一位女孩的 雲天鳴猶豫料一下 點點頭 幸運的女孩何博士也點點頭 然後感嘆道 有錢真好得了吧你呢 一直沒多說話的接待女孩何博士套了套舌頭 有錢何老師就你 就是有三百億 肯送女朋友一火星星 次別忘了你前兩天說的那些話女孩說到這女 何博士有些恐慌 想制止女孩把他曾經對群星計畫的黑博評論越出來 當時他越聯合國這一套把戲十年前 一幫江湖騙子就玩過了 只不過他們買的是月球和火星 這自在有人上當那真是奇蹟 好在女孩沒有越那些 這不只是錢還得又浪漫 浪漫你懂嗎?再整個過程中 這女孩一直以看神話人物的眼光偷偷打亮雲天明 臉上的表情也隨時間不斷變化 開始是好奇 後來是敬衛和景楊 最後盯著那個莊有行星所有權證書的華貴皮夾時 他臉上只有赤裸裸的疾道料何博士對雲天明月 證書將盡快寄給受贈人用的是這女的為止 按你的吩咐 我們不會透露購買者的任何之信 其實也沒什麼可透露的 我們對你一無所知 到現在 我不是連你的貴聖都不知道嗎? 他站起身來 看看窗外 天已經黑下來了 下面 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星 我不 你送給他的星星 在留頂看嗎? 市內不可能看到 我們得去願教 如果你不舒服 我們就改天去 不 這就去 我真的想看看那火星星 何博士 帶著雲天明 驅車兩個多小時 把城市的燈火 遠遠在後面 氣了避免車燈的干擾 他由把車開到遠離公路的田野間 車燈熄滅後 兩人走下車 深秋的夜空中 升海狠 知道北斗七星罷 原那個四邊形的一條對角線看 就是那個方向 有三火星構成一個狠頓的三角 從那個頓角的頂點 向底邊做垂線 向下延伸 就我指的那個方向 看到了嗎? 你的星星 你送他的星星雲天明 指認了兩火星 何博士都越不是 事在他們中間向南方偏一點 那火星的時星等時五點五 一般只有受過訓練的觀察者才能看到 不過今天天氣很好 你應該能看到 告訴你一個方法 不要靜眼盯著那裡 把視線移開 用眼角看 眼角對若光的感受力更靈敏 找到後再靜眼看 在何博士的幫助下 雲天明 終於看到了 尿EX-3906 很暗的一個點 次有 此無 少一疏忽就會從視野裡雕塞 一般人都認為 星星是銀色的 其實仔細觀察會發現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顏色 DX-3906呈一種暗紅色 何博士告訴他 那火星指示在這個時節才處於這個位置 等會兒他會給雲天明一份 在不同季節觀察DX-3906的詳細資料 你很幸運 和你正與星星的那個女孩一樣 幸運何博士在濃縱的夜色中說道 我不幸運 我快死了 雲天明說 同時把視線移開 向何博士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後把視線又頭向夜空 居然很輕易地再次找到了DX-3906 雲天明發現何博士 似乎對自己的話 並沒感到吃驚 只是默默地點了一支煙 乃許他已經察覺到了了什麼 沉默許久後他悅 真那樣的話 你仍然很幸運 大多數人到死都沒向塵世之外撇一眼 何博士套出的煙霧飄過雲天明面前 洗那火暗淡的星星 閃動起來雲天明想當情深看到這火星時 自己已不在人世了 其實 他和情深看到的這火星星 是他在286年前的樣子 這束微弱的光線 在太空中行走了近三個世紀 才接觸到他們的視望望 而他現在發出的光線 要286年後才能到達地球 那時情深也不在人世了 他將度過怎樣的一生呢 但願他能記得 茫茫星海中 有一火星星 是屬於他的 這是雲天明的最後一天了 他本想看出些特別之處 但沒有 他像往常一樣 在早上七點醒來 一束與往常一樣的陽光 投在對面牆上往常那個位置 窗外天氣不好也不壞 天空像往常一樣的灰藍窗前 有一棵像樹葉子都屌光了 連最後一片也沒有留下 今天甚至早餐都像往常一樣 這一天 與已過去的28年 十一個月零六天一樣 真的沒什麽特別 像魯理一樣 雲天明每把安樂的事告訴家人 他本想吸附親留封信 但無話可說 忠於作罷 十點整 萬約定的時間 他一個人走進了安樂室 將往常每天去做檢查 一樣平靜 他是本是第四個安樂的 所以沒引起什麽關注 安樂室中只有五個人 其中兩位是公正人 一位時指導 一名護士 還有一個醫院領導 將醫生沒來 看來自己可以清淨地走了 按他的吩咐安樂室 沒有做任何裝飾治 只是一間四壁結白的普通病房 這也讓他感覺很舒適 他對此道說 自己知道操作程式 不需要他了 後者點點頭 留在了玻璃瓶的另一邊 再進行安樂的這一邊 公正人離開後 只有他和護士了 護士很漂亮 已沒有第一次做者事時的恐懼和緊張 把自動注射機的針頭 扎進雲天明的左臂時 動作鎮定沉穩 他突然對護士 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情 他畢竟是世上最後一個陪伴自己的人了 他突然想知道 二十八年前給自己接生的時髓 這兩個人是這個世界上 少有的 真正幫過自己的人 他應該感謝他們 於是他對護士說了聲姐姐 護士對他微笑了一下 然後離開了腳步 像貓一般無聲 安樂程式正式開始 前面上方的螢幕顯示 你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是 請按五件 否請按零件 他出生了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但父母都屬於社會和人制的低能者 混得狠落魄 他們沒有貴族的身份 卻執意對雲天明進行貴族教育 他看的書必須是古典名著 聽的音樂必須是古典名曲 教往的人必須是他們認為有修養有層次的 他們一直告訴他周圍的人和事是多摩的融族 他們自己的精神品位要比普通人高出多摩大的一節 小學時雲天明還是有幾個朋友的 但他從來不敢把貪魂帶到家裡玩 因為父母肯定不認可他與這樣融族的孩子在一起 到了初中 隨著貴族教育的進一步深化 雲天明便得形善影隻了 但正是在這個時候父母離意了 導致家庭解體的是父親的第三者 那是一個推銷保險的女孩 母親再嫁的是一位父友的建築承包商 這兩個人都是父母極力讓孩子遠離的人 所以這時他們也明白 自己再也沒有資格對孩子進行那種教育了 但貴族教育已經在雲天明的心底 摘了根他無法擺脫 就像以前的那種能上法條的手靠 越想撐脫他靠得越緊 在整個中學時代他變得越來越孤僻 越來越敏感離人群也越來越遠 同年和少年的記憶都是灰色的 按五你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是請按意見否請按寧見 在他的想像中大學是個令他不安的地方 陌生的環境和陌生的人群 對他來說又是一個艱難的適應過程 剛進大學時一切都與他想像中的差不多 直到他見到情深 雲天明以前也被女孩只吸引過 但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他感到周圍陌生冰冷的一尺突然都充滿了柔和溫暖的陽光 一開始他甚至沒有意識到這陽光的來源 就像透過雲層的太陽所發出的月亮般的陽光 僅能顯示出原盆的形狀 只有當他消失時人們才意識到 他是白天所有光亮的來源 雲天明的太陽在國慶長假到來時消失了 情深離下回了家 他感到周圍一下子飲淡下來 當然對情深肯定不止雲天明一個人有這種感覺 但他沒有別的男生那種寢食難安的痛苦 因為他對自己完全不抱希望 他知道沒有女孩子會喜歡他這種孤僻敏感的男生 他能做的只是遠遠地看著他 沐浴在他帶給自己的陽光中 靜靜地感受著春日的美麗 情深最初留給雲天明的印象是不外說話 美麗而又沉默寡然的女孩比較少見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冷美人 他說話不多卻願意傾聽 帶著真誠的關節傾聽 他傾聽時那清智沉靜的目光告訴每一個人 他們對他是很重要的與雲天明中學的那些美女同學不同 情深沒有忽略他的存在 每次見面時都微笑著和他打招呼有幾次集體活動組織者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把雲天明忘了 情深都專門找到他通知他 後來他成了同學中第一個省去姓稱呼他天明的人 在極其有限的交往中 情深吸雲天明最為銘深刻骨的感覺是 他是唯一一個知道他的脆弱的人 而且好象真的擔心他可能受到的傷害 但雲天明一直保持著清醒 他知道這裏面沒有更多的東西 正如胡文所說他對誰都好 有一件事雲天明印象很深就是那一次交由 他們正在登一座小山 情深突然停下來 患要從石階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個什麽東西 雲天明看到那是一條醜陋的蟲子 軟糊糊濕濕的在他白色的手指間鱼動著 旁邊一個女生尖叫道 惡心死了你碰他乾嗎 情深把蟲子輕輕放到旁邊的草叢中 說他在這裏會吸踩死的 其實雲天明根情深的交往很少 大學四年中他們單獨在一起交談也就兩三次 那是一個良喪的下夜雲天明來到圖書館樓頂上 這是他最喜歡的地方來的人很少可以獨處 雨後初晨的夜空十分清潔 平時見不到的銀河也顯現出來 真像牛奶灑在了天上 雲天明循聲看去發現程深不知什麽時候 站在旁邊下夜的風吹乎著他的長髮 狠像他夢中的景象 然後他和程深一起仰望銀河 那麽多的聖聖將無似的雲天明感嘆道 情深把目光從銀河收回轉頭看著他 指著下面的校園和成是月 你看下面也很漂亮啊 我們的生活是在這兒 可不是在那麽遠的銀河裡 可我們的專業不就是為了到地球之外去嗎? 那是為了這女的生活更好 可不是為了逃離地球啊? 雲天明當然知道程深的話 是偉遠地指向他的孤僻和自閉 他也只有默然以對 那是他離程深最近的一次也許是幻想 他甚至能感覺到他的體溫 那時他真希望野風轉個方向 那樣他的長髮就能忽到他的面旁上 四年的本科生涯結束了 雲天明考驗失敗 程深卻很輕鬆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然後回家了 雲天明想盡量留在校內九一點 指示為了等程深開學後再看導他 宿舍很快不能住了 他就在學院附近租了間小房子 同時在市裡找工作 投出無數的簡歷一次次面試都失敗了 假期那不知不覺過去雲天明來到學校 尋找程深的身影 但沒有見到他 小心翼翼地打聽後得知 他和導師去了本校 在航太技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分部 遠在上海 他將在那裏完成自己的學業 而正是這一天 雲天明居然求職成功了 這是航太系統一家航太技術專民用的公司 由於剛剛成立而大量招人 雲天明的太陽 遠去了帶著心中的失失寒意 他走盡了社會 萬二你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是請案四件 否請案零件 剛參加工作時 他有一陣小小的驚喜發現 與學校中那些瘋芒不露的同靈人 相比社會上的人 要隨和許多容易交往 他甚至以為自己要走出孤僻和自閉了 但他在幫買自己的人掃過幾次前後 終於發現這類的險惡 於是懷念在校園內 並再次遠離人群 更深地縮進自己的精神窩學女 這對他的事業自然是災難性的 即使在這樣新興的全民企業 競爭也很激烈 不盡則退 一年又一年 他的退路越來越少了 這幾年間 他談過兩個女朋友 都很快分手了 這倒不是因為他的心 被情心懼著 對他來說 情心永遠是雲後的太陽 他只求看著他 感受他的油光 從來不敢夢想 去縮短他們之間的距離 這幾年 他沒有打聽過情心的消息 只是猜想 而他的衝慰 應該會去讀博士 至於他的生活 他不想猜 他怨女孩子交往的主要障礙 還視自己的孤僻性格 他也曾一心一意地 試圖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但困難重重 雲天明的問題在於 他無法入世也無法出世 他沒有入世的能力 也沒有出世的資本 只能痛苦的懸在半空 自己今後的人生之路怎麼走 通向那裡 他心中一片亡言 但這條路突然看到了盡頭 安慈你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是請問一件 否請問零件 他的肺癌被確診時已是晚期 可能是被之前的誤診擔誤了 肺癌是擴散最快的癌症 他已時一無多 走出醫院時他沒有恐懼 唯一的感覺是孤獨之前的孤獨 雖在不斷屈跡中 但被一道無形的提霸攔柱 呈一種可以忍受的靜態 現在提霸繪決了 那在以往歲月裡聚集的孤獨 像黑色的狂飆自天而落 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極限 他想見到情深 他毫不猶豫地買了一張機票 當天下午就飛到了上海 當他坐到計程車裡時 狂躁的心冷了一息 他告訴自己身為一個將死之人 不能去打擾他 他不會讓他知道自己的存在 只想遠遠地看他一眼 就將一個歷水者拼命升上水面吸一口氣 再沉下去也能死得平靜些 站在航泰技術研究院的大門前 他進一步冷靜下來 才發現在之前的幾個小時裡 自己的確完全失去了理智 按時間算 即使情深讀博士 現在也畢業工作了 那就不一定在這裏 他去向門綱的保安打聽 人家與研究院有兩萬多名員工 他得提供具體的部門才行 他沒有同學的聯繫方式 無處進一步文訊 同時感到身體很虛弱 呼吸困難 就在大門不遠處坐了下來 情深也有可能在這裏工作 下班的時間快到了 在門口可能等到他 於是他就等著 大門很寬敞 身宿拆欄旁 一面黑色的矮牆上 上黑著單位明清的金色大字 這視原航太白鎖 現在規模擴大了許多 他突然想到 這摩大的單位 是不是還有別的門呢? 於是艱難的起身再去問保安 得知居然還有四個門 他慢慢走回原處 仍坐下等待著 他也只能等在這裏 他面對著這樣一個概率 情深畢業後仍在這裏工作 今天沒有外出 今天下班會走五個門中的 這一個 這一刻 狠像他的一生 執著的手 看著一個渺亡的希望 下班的人 開始走出來 有的步行 有的騎車或開車 人流和車流 由稀變物 再由物變稀 一個小時候 只有零星的人 車出入了 沒有誠心 他確信自己不會錯過他的 即使他開車出來也一樣 那麼他可能不在這裏工作 或在這裏工作 今天不在單位 或在單位卻走了別的門 細邪的太陽 把建築和樹木的影子 越拉越長 仿佛是許多子 向他攏抱過來的 連伐的手臂 他仍坐在那裏 直到天完全黑下來 後來他不記得自己 是如何爬上計程車到了機場 如何飛回他生活的城市 回到妻生的單身宿舍 他感覺自己已經死了 萬一你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這是最後一次提示 是請按三件 否請按零件自己的無字名是什麽? 事實上他不確定自己會有無 在北京周邊買一處無地 是很貴的 即使父親想給他買 姐姐也不會同意 他會睡活人還活住處了 自己的骨灰最大的可能 就是放在八寶山上的一個小格子女 不過如果有無碑 上面應該寫 來了、愛了 吸了他一火星星 走了、按三 在此之前 蘇洞已經在玻璃瓶的另一邊出現了 幾乎就在雲天明按下死亡按鈕的同時 通向安樂室的門被撞開了 一群人了進來 最先進來的是安樂指導 他到床前關閉了自動注射機的電源 隨後進來的醫院領導 側前翠從長根拔下了電源插座 最後是那名護士 他猛且注射機上的軟管 把他從機器上拉下來 同時也把雲天明左臂上的針頭拉了出來 使他感到左手腕一陣刺痛 然後人們為過來檢察院管 他聽到一句如釋重複的話 好象是說還好 若也還沒出來 然後護士才開始處理雲天明流血的左手腕 玻璃瓶另一邊指剩一個人 他卻為雲天明照亮了整個世界 他視情深雲天明的胸膛 清晰的感覺到了情深滴到他衣服上 並滲進來的眼淚 初見情深時他覺得他幾乎沒變 現在才注意到他原來的披肩法 變成了齊頸的短法 幼美地彎曲著 即便在這時 他也沒有勇氣去輕忽者曾讓他雲天夢形的受法 他真是個廢物 不過這時 他已經在天堂裡了 長長的沉默像天國的寧靜 雲天明願者寧靜永遠延續下去 你救不了我 他在心裡對情深說 我會聽從你的勸告放棄安樂死 但結果都一樣 你就帶著我送你的星星去尋找幸福吧 情深似乎聽到了他心中的話 他慢慢抬起頭來 他們的目光第一次這麼近地相遇 被他夢中的還近 他那傷 因淚水 而隔外晶瑩的美麗眼睛讓他心碎 但接著 情深說出一句完全意外的話 天明知道嗎? 安樂死法是為你通過的三體危機爆發時 情深剛結束學業參加工作 進入維新一代長征火箭研製發動機的課題組 這是一個在別人看來既重要又核心的地方 但情深對自己專業的熱情早已消退 他漸漸認識到 化學動力火箭就像工業革命初期的大煙筒 那時的私人讚美如臨的大煙筒 認為那就是工業文明 現在人們同樣讚美火箭 認為它代表著航太時代 事實上 依靠化學火箭可能永遠也無法進入真正的航太時代 三體危機的出現使者一事實更加明顯 依靠化學動力建立太陽系防禦體系簡直是癡人碎網 他一度有二使自己的專業面不要太窄 損收了許多核能方面的課程危機爆發後 系統內各方面的工作都緊急加速 曾狗拖不決的第一代空天飛機專案也飛快上馬 他所在的課題組同時承擔了空天飛機航太段發動機的前期設計 情深的專業前景似乎很光明他的能力得到廣泛賞色 而在航太系統中總設計師們有很大比例是搞發動機專業出身的 但他堅信化學航太發動機已是夕陽技術至新其中 個人和團隊都走不了很遠 在錯誤的方向上停止就等於前進 而他的工作意味著全身心逃入錯誤的方向 這一度使他很苦惱 很快出現了一個擺脫發動機專業的機會 聯合國開始成立與行星防禦有關的各種機構 這些機構與以前的聯合國組織不同 他在行政上由行星防禦理事會領導 但主要由各國派遣人員組成 航太系統抽調了一大批各種級別的人員進入這類機構 領導找情深談話 月那裡有一個崗位想調他去 擔任行星防禦理事會 戰略情報局 技術區或中心主任的 航太技術助理 目前 人類世界的對敵情報工作 主要集中在地球三體組織這一管道 試圖通過他們獲取三體世界的資訊 但行星防禦理事會戰略情報局 簡稱PEARC 是直接以三體艦隊和母星為偵察目標的情報機構 有很強的宇航技術背景 情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工作 PEARC總部設在他聯合國大廈不遠的一棟六層救流中 此樓建於十八世紀末 結實口重 像是一大塊花崗岩 飛越大洋的情深 第一次走進流淚 這樣到一陣城堡中的陰冷 這類與他想像中的地球世界的情報中心 完全不同 更像一個在涉涉思雨中 產生敗佔停息陰謀的地方 流淚空蕩蕩的他 是最早來報道的人 在辦公室一堆綱策封的辦公設備 和紙箱子中間 他見到了 PEARC技術規劃中心主任 米哈伊爾雅貴姆 一個四十多歲 灰不強壯的俄羅斯人 說話帶著突露突露的俄語調 情深好半天才意識到他在講英語 他坐在紙箱子上向情深報怨悦 自己在韓太專業做了十幾年 不需要什麼韓太技術助理 各國都洗勁向PEARC人 卻捨不得出錢 想到自己面前是一個年輕姑娘 他有安慰有些失落的情深說 如果這個機構以後創造了歷史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雖然不一定是好的歷史 那他們兩是最先到來的人 遇到和行使情深稍稍高興了一事 他就向主任打聽他都在專業上做過些什麼 雅貴母輕描淡寫地月 他上世紀曾經參加過失敗的 《前蘇聯報風雪好太空梳的設計》 後來擔任過某型貨運飛船的副總設計師 再後來的之力他有些含糊其詞 越在外交曝桿過兩年 然後就到某個部門從事我們現在這類工作 他告訴情深 對後面來的同事 最好不要打聽他們的工作經歷 局長也來了 他的辦公室在樓上 你去見見他吧 但別擔誤他太多的時間 雅貴母月 走進局長寬大的辦公室 一股濃烈的雪茄味撲臉而來 首先吸引成深目光的是 牆上那幅大油畫 廣闊畫面的大部分都避滿 圓魂的天空和悔陰的雪野 所具在遠景的深處 幾乎到了雲雨雪交會的地方 有一片黑湖的東西 細看是一片鴻壯的建築 大部分是低藝的板房 其間有幾棟兩三層的歐式樓房 從畫面前方那條河流和其他的地形看 這可能是十八世紀初的紐約 這畫吸情深最大的感覺就是冷 到是很符合坐在畫下那個人的形象 這幅畫旁邊還有一幅較小的油畫 畫面的主體是一把古典楊色的劍 帶著金色的護腕 劍風雪亮 握在一隻套著青銅盔甲的手中 這隻手只畫到小鼻 這紙握著劍的手正從藍色的水面上撈起一個花罐 花罐由紅、白、黃三色的鮮花編成 這幅畫的色調與大畫相反 華麗名艷但隱藏著一種不祥的詭異 情深注意到花罐的白花上有明顯的血跡 皮爾局長湯瑪斯維德 比情深想像的年輕許多 看上去比亞貴無多年輕 也比後者長得碎 臉上的線條很古典 情深後來發現 這種古典的感覺多半來自他的面無表情 像從後面的油畫中搬出來的一座冰冷的雕像 他看上去不忘 前面的大半工作上空空蕩蕩 沒有電腦和蕩 他正專心自治地研究著手中雪家的煙頭 情深進來後 他只是抬頭掃了一眼 然後又繼續研究煙頭 當情深介紹完自己 並請他以後多多指教時 他才抬起頭來 那目光給他最初的印象是疲倦和懶散 但在深處隱約透出一絲令他不安的揚禮 他臉上出現了一脈笑意 但絲毫沒有洗情深感到溫暖和放鬆 那微笑像冰封的河面上一條冰縫中滲出的冰水 在冰面上慢慢微散開來 情深視著布爾微笑 但唯得的第一句話 讓他的微笑和整個人都凝固了 你會把你媽買給的縣嗎? 唯得問 情深驚恐的搖搖頭 不是表示他不會把他媽買給的縣 而是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但唯得揮揮夾說家的首說 借借忘你的事而去吧 聽情深說完這次跟局長見面的事後 雅貴母一笑自知 呵呵這事業內曾流傳的一句 一句就是一句話吧 可能起源於二戰時期 老廖常用他來調刊伸手 他事業 地球上只有我們這個行業 是以欺騙和背叛為核心的 對於有些供應的準則 我們應該適當地 怎麽越呢? 靈活一笑 卻有兩部分人組成 一部分是你這樣的專業人員 另一部分來自情報和軍隊的秘密戰部門 這兩種人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 很不一樣 好在兩者我都熟悉 我會幫助你們互相適應的 可我們是直接面對三體世界的 這不是傳統的情報工作情深月 有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後續報導的人員陸續到來 主要來自行星防禦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大家相互之間奔奔有禮 但充滿了差計和不信任 專業人員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 無近口袋總怕被別人偷走些什麽 情報人員則異常活躍有好 總想偷到些什麽 正如亞貴姆所說 相對於偵察三體世界 但這些人對相互之間搞情報更感興趣 兩天後 Pierre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 其實這時人緣仍未到齊 除了為德外 Pierre還有三位副局長 分別來自英國、法國和中國 來自中國的於為民副局長 首先講話 情深不知到他來自國內甚麽部門 他屬於那種讓人見三次才能記住掌上的人 好在他的講話 沒有國內官員的擁場拖拉 很簡潔明了 不過越的也是這類機構成立時的陳詞濫調 他越在座的各位從本質上屬於國家派遣人員 顯然都在雙重領導之下 Pierre不要求 也不奢望他們把對本機構的忠誠 置於國家責任之上 但鑑於Pierre從事的事 保衛人類文明的偉大事業 希望各位把這兩者做一個較好的平衡 由於Pierre直接面對外星入侵者 無疑應成為最團結的團體 當於副局長開始講話時 情深注意到唯得用一隻腳凳著著腿 把自己慢慢推離了會議著 一副置身時外的樣子 後面每一個官員講完後請他講話 他都擺擺手借絕了 最後實在沒官員再有話可講了 他才開口 他指指會議失蹤 對放的未安裝的辦公設備和包裝箱 這些事顯然是指機構建立時的事務性工作 請你們辛苦一下自己去做 不要用他們來瞻我的時間 也不能瞻他們的時間他指指亞貴母 謝謝請技術區或中心 航太專業的人員留下 散會留下來的有十幾個人 會場清淨了許多 會議室那古舊的帳目帶門剛剛關上 唯得變象出塘子彈搬地套出一句話 各位 Kia要向三體艦隊發射探測器 大家先是崖若木雞 然後面面相隨 程深也十分吃驚 他當然希望盡早擺脫雜事進入專業工作 但沒想到這麽快 這麽單都直入 目前Pia剛剛成立 各國和地區的分支機一個都沒有建立 不具備正式開展工作的條件 但最令情深震驚的是唯得提出的想法 本身無論從技術上 還是從其他方面看 都太不可思議了 有具體指標嗎? 亞貴母問他是唯一一個不動聲色的人 我已經就這次想 與各常任理事國代表私下協商過 但沒有在PDC會議上正式提出 就目前我所知道的 各常任理事國對一個指標最感興趣 這是他們同意投入的 不可妥協的死條件 讓探測器達到百分之一的光速其他指標 各國說法不一 但都是可以在正式會議上協商的 就事說如果考慮加速階段 但不考慮減速探測器 將在兩到三個世紀到達奧爾特星環 並在那裡接觸和探測 已開始減速的三體艦隊 一位來自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顧問月 這似乎應該是未來做的事為得說 未來的技術進步現在已成為不確定的事情 如果人類在太空中一直是蝸牛的速度 那我們就應該盡早開始爬情深想 這裏面可能還有政治因素 這是人類最先做出的 直接接觸外星文明的行動 對必約的地位至關重要 可視按照人類現在的宇航速度 到達奧爾特星環需要兩三萬年時間 但如果現在發射探測器 可能四百年後 敵方艦隊到達時還沒有飛出家門口 所以越光速的百分之一 是一個必須達到的指標 把目前的宇航速度提高一百倍 別說飛船或探測器 就是發動機噴口噴出的功質的速度 都比那個速度低幾個數量級 按照動量原理 要使飛船達到光速的百分之一 噴出的功質要首先超過那個速度 進一步要使加速的時間 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公自的速度就要大大超出光速的百分之一 這在目前絕對做不到 我們也不可能期待短期內的技術突破 所以這個設想從基本原理上講 不可能為得堅定地用拳頭一擲桌子 別忘了我們有資源 以前航太只是一個邊緣化的事業 現在進入主流了 所以我們有以前難以想像的巨大資源 可以動用 我們用資源改變原理 把巨大的資源聚焦在哪個小小的東西上 用野蠻的力量把它推進到光速的百分之一 雅貴母本能地抬頭四下看看為得 問讓地察覺到了他在看什麼 放心沒有記者和愛人 雅貴母笑著搖搖頭 我不想冒犯你 用資源改變原理就說 傳出去會讓人笑話的 這女講講可以 可千萬別在PTC會議上說 我知道你們已經在笑話我了 所有人都沉默著 大家只想讓這個討論快些結束 唯得的目光掃過會議室 突然說 啊!不是所有人 他沒笑話我他抬手直指情心 情你的想法 再唯得約你的目光下 情心感到唯得指向他的不是手指 而是一把劍 他忘言四顧 這女能得到他說話嗎? 我們這女應該提倡 MD唯得月 情心更忘言了 MD 麥道 醫學博士 你是中國人 不知道MD 情心求助的看看在場的另外五名中國人 他們也一樣忘言 朝鮮戰爭中 美軍發現 你們被敷的士兵 竟然知道得那麼多 你們把作戰方案 較級基層部隊討論 希望從士兵的討論中得到更多的好辦法 這就是MD 當然 未來你被呼時 我們可不希望 你知道那麼多會場上響起了幾聲笑 現在情心知道了 MD是軍事民主 與會者們對這個提議也肯贊同 這些航太界的技術精英 當然不只望從一個技術助理那裡 聽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但他們大多是男人 至少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毫無顧計地欣賞他了 情心盡量使自己的穿著莊重低調 但並沒有降低他的吸引力 情心悅 我是有一個想法 用資源改變原理 一個叫阿曼琳的 上了年紀的法國女人用輕滅的口問碎 她是來自歐洲航天局的高級顧問 覺察到尿男人們 集中到情心身上的那種眼光 她感到很不舒服 要開完你 情心禮貌地對阿曼琳點點頭 目前最可能被利用的資源 我想視乎武器 在沒有技術突破的情況下 哪是人類可能投放到太空的最大能量體 想像有這樣一艘飛船或探測器 帶有一個面積巨大的輻射帆 就是類似於太陽帆的那種 能被輻射推動的薄膜 在輻射帆的後面不遠處 以一定的時間間隔 連續產生核爆炸 又響起幾聲笑 阿曼琳笑得最響 親愛的你給我門提供了一個卡通式的場景 一手載著一大堆核彈的飛船 有巨大的帆船上的一個像斯亞身格 半強壯的男人把一枚枚核彈 向船尾讓他們在那裡爆炸 真的狠號在越來越多的韶聲中 他接著說 你最好重造一片大一的作業 算算推崇比即發動機的推力和發動機品質的比值 情深想像的飛船 如果運載大量核彈 本身品質很大 推崇比極低 不可能達到很高的速度改變原理沒有做到 但野蠻做到了 真為陷是你這樣一個美人而做的 另一位顧問說 把韶聲推向高韶 核彈不在飛船上 情深從容地悅 他這句話 將一隻手虎在羅面上 使周圍的韶聲格言而止 飛船指示由凡和探測器組成 興得將一片羽毛 很容易被核爆炸的輻射加速會場陷入沉默 大家都在想核彈在那裡 但沒有人問剛在眾人空小時 唯得一直一臉冰箱地坐在那裡 現在那種冰水池的微笑卻在他的臉上慢慢浮現 情深從身後的飲水機旁拿過一打紙杯 把他們一個個在桌面上 彎等它離放置好 核彈分在飛船的最初一小段航線上 預先用傳統的推進方式發射到那裡 他拿著一支筆圓那排杯子而動 飛船在經過每一顆核彈的一瞬間 核彈在凡後爆炸產生推進力 男人魂的目光依次從情深身上移開了現在 他們終於開始認真考慮他所說的話 對他的欣賞暫時顧不上了 只有柯萬林始終盯住情深漢 好象不認識他持的 我們可以把這種方式叫航線推進這段航線 叫推進航段 他只佔整條航線中極小的一部分 以一千火推進核彈估算 可以分在從地球到目星的五個天文單位上 甚至更短把推進航段滑縮到火星軌道以內 以目前的技術 這事可以做到的沉默中出現零星的異論性 漸漸密集 像有零星的語點轉為大語 你好像不是剛剛才有這種想法吧 一直在專心聽討論的為德 突然問到情深對他笑笑語 以前航太界就有這種構想 叫脈衝推進方式柯萬林說 程博士 脈衝推進設想 我們都知道 但推進完是裝載在飛船上的 把推進完放置在航線上 確實是你的創造 至少我沒聽說過這種想法 稍微平息了一下的討論 又繼續下去 並很快超過了剛才的熱度 這些人就將一群我狼遇到了一大塊鮮肉 唯得拍了拍著紙 現在不要糾纏在細節上 我們不是在搞可行性研究 而是在探討 對他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可行性 看看大的方面 還有什麼障礙短暫的沉默厚 雅貴母說 這個方案的一大優勢是 啟動很容易 在這裏的都是聰明人 很快明白了雅貴母這話的含義 方案的第一步 是把大量核彈送入地球軌道運載工具 是現成的用在翼的洲際道壇 即可美國的和平為是 俄羅斯的白羊和中國的東風 都可以直接把核彈送入近地軌道 甚至鍾情彈道道壇加上座推火箭 都能做到這一點 比起危機出現後 達成的大區無削減核武器協議的方案 在地面把導彈和核彈頭拆解消毀 這個方法成本要低得多 好了 現在停止對程的航線推進的討論 其他的方案為得用信問的目光 掃視著情深之外的所有人 沒人說話有人欲言有止顯然覺得自己的想法 很難同情深的競爭 大家的目光又漸漸集中到他身上 只是眼神與上次不同了 這樣的會要再開兩次 希望能有更多的方案和選擇 在此之前 航線推進方案立刻進行可行性研究 為他起一個代號壩 核彈的每一次爆炸都使飛船的速度增加一級 狠像在燈一度階梯 就叫階梯計畫吧 雅貴武說 除了光束的百分之一 對該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還需要一個重要指標 探測器的品質 輻射繁可以做得很薄很輕 按現有的材料技術 50平方千米的面積可控制在50公斤左右 這摩大應該救了一名俄羅斯專家說 他曾主持過那次失敗的太陽帆試驗 那就盛探測器本身了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一個人身上 他是海西尼號探測器的總設計師 考慮到基本的探測設備 以及從奧爾特星雲發回可識別訊號 所需的天線尺寸和同位數電源的品質 總重2至3噸吧 不行 霸貴武堅決的搖搖頭 必須像情所說的那樣 像與無一樣 輕把探測功能壓縮度最低 一噸左右吧 這有點太少了 還不知行不行 向左點吧 再把煩包括進去總體重一噸 唯得說用全人類的力量推進一噸的東西 應該舊輕了在以後的一週時間裡 情深的睡眠幾乎全是在飛機上完成的 他現在屬於有雅貴武率領的一個小組中 在美中俄和歐盟這四大航態實體間奔波 至和協調階梯計畫的可行性研究 情深這一週到過的地方 比他預計一生要去的都多 但都只能從車窗和會議室的窗戶 看到外面的風景 本來計畫各大航態機構組成一個可行性研究組 但做不到 可行性研究只能由各國航態機構各自進行 這樣做的優點是能夠對各國的結果進行對比 得到更準確的結果 但今日的工作量就增大了許多 情深對此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熱情 因為這畢竟是他提出的方案 批入很快收到了來自美 中 俄和歐洲航天局的四份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 結果十分接近 首先是一個小小的好消息 輻射繁的面積可以大大減少 只需25平方千米 加上材料的進一步優化 其品質可減至20公斤 然後是一個大大的壞消息 要想達到PRO要求的百分之一光速 探測器的整體品質要減到計畫中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200公斤去調繁的品質 流級探測和通訊裝置的只有180公斤了 在匯報會上聽到這個資訊後 為得無動於衝地穴 不必沮喪 因為我帶來了更壞的消息 在最近的一屆行星防禦理事會會議上 階梯計畫的提案被否決了 七個常任理事國中的四個對階梯計畫投了否決票 否決的理由怕人家一致 與PRO的航態專業人員的關注不同 他們對推進方式興趣不大 主要是認為探測器的偵察效果極其有限 用美國代表的話說 幾乎等於零 因為探測器沒有減速能力 就視考慮到三體艦隊的減速 雙方也將至少以光速的5%的相對速度擦肩而過 在探測器沒有被敵覽捕獲的情況下 探測時槍狠狹窄 由於探測器的品質限制 不可能進行雷達等主動探測 只能進行資訊接收的被動探測 可接收的資訊主要是電磁波而敵人的通訊 肯定早就不用電磁波了 而是使用中微紙或引力波 一類目前人類技術 哪場莫及的媒介 患有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自止的存在 探測器計畫從頭到尾對敵人而言 完全透明 使成功的機會更渺忘了 總之相對於計畫的巨大逃入而言 所獲甚微更多的是象徵意義 各大過對此不感興趣 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把探測器推進度光速 百分之一的技術正因為這一點 另外三個常任理事國才投了贊成票 他們是對的為得說大家沉默下來為階梯計畫默愛 最難受的當然是情深 不過他安慰自己 作為一個沒有之力的年輕人 他借第一步走得很不錯了 遠遠超出自己的預料 情 你很不快樂為得看著情深月 你顯然認為 我們要從階梯計畫退卻了 人們吃驚地看著為得 眼神傳達的意思 很明白 不退卻還能怎麽樣 我們不退卻為得暫了起來 要住會意著邊走邊瑜 以後 不管時階梯計畫 還是別的什麽計畫什麽事 只有我命令退卻 你們才能退卻 在此之前 你們只能前進他突然一改一貫沉穩冷淡的語調 像發狂的野獸般 聲施力揭地咆哮起來前進 前進 不擇手段地前進 這時為得恰在情深深厚 他感覺背後 像有座火山在爆發 嚇得緊縮雙肩 差點驚叫起來 那下一步該做什麽呢? 雅貴無問 送一個人去 為得套出這幾個字時 又恢復了他冰冷的語調 這簡短的一句 與剛才驚天動地的咆哮相比 太不引人注意了 像是信口說出的一個餘音 好半天人們才反映過來 為得悅的正是雅貴無問的下一步 階梯計畫的下一步 不是把這個人送到PDC 說別的什麽很近的地方 而是送出太陽系 送到一光年之遙的寒冷的烏爾特星雲 去偵察三體艦隊 為得又重複他的習慣動作 一頓雀腿把自己推離會議著 自身事礙等著聽他們討論 但沒有人說話 同一週前他第一次提出 向三體艦隊發射探測器時一樣 每個人都在艱難地咀嚼著他的想法 一點點解開他榮來的這個線團 很快 他們發現 這想法並不像初漢起來那麼荒唐 人體冬眠技術已經成熟 這個人可以在冬眠狀態下完成航行 人的品質以70公斤計算 剩下一百一十公斤裝備冬眠設備和單人倉 可以簡單到像一口棺材 但以後呢? 兩個世紀後與三體艦隊相遇時 誰使他他蘇醒蘇醒後 他他能做什麽? 這些想法都是在每個人的腦子裡混行 誰也沒有說出來會已失 仍在一片沉默中 但為得似乎一直在獨注重人的思想 當大部分人想到這一步時他越 把一個人類送進敵人的心臟 這就需要讓三體艦隊折獲探測器 或者越折獲那個人雅貴母穴 這有很大的可能 不是嗎? 為得說不是嗎? 的時候兩眼向上翻 似乎是歲級上面另外一些人聽的 會已失蹤的每個人都知道 此時自止 正幽靈搬地原浮在周圍 在四光年外的那個遙遠世界 還有一些語彙者 再聆聽他們的發現 每個人都時常忘記這件事 突然想起來時 除了恐懼 還有一種怪異的渺小感 感覺自己像是一群 被一個頑童用放大鏡盯著的螞蟻中的一個 想到自己制定的任何計劃 敵人總事先於上級看道 任何自信心都會崩潰 人類不得不艱難地適應著 這種自己在敵人眼中全透明的戰爭 但這次為得 似乎多少改變了這種狀況 在他的設想中計劃 對於敵人的全透明是一個有利因素 對於哪個被發射出太陽系的人 他們無疑知道其正確的軌道參數 如果願意可以輕易接獲 雖然自信的存在已經使他們對人類世界 遼若指掌但直接研究一個人類活 標本的好奇心可能仍然存在 三體艦隊是有可能接獲那個冬眠人的 在人類傳統的情報戰中把一個身份 完全暴露的間諜 送入的人內部是毫無意義的舉動 但這不是傳統的戰爭 一個人類進入外星艦隊的內部 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壯舉 即使他他的身份和使命暴露無遺也一樣 他他在那裡能做什麼不是現在需要考慮的 只要他他成功地進入那裡 就存在無限的可能性 而三體人的透明思維和謀略上的缺陷 使這種可能性更加有人 把一個人類送進敵人的心臟 甚至是對話沙園的 司機能幫我按照 這位是我們可以去到達到 散場的心臟